骑着巨像的盘古巨人 乔一波一的这些内容比较火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 再开一开香蕉果实觉醒的 一系列脑洞好了 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香蕉果实 是聚聚果实的这个方向来说 那不管是之前的盘古通天巨人 包括之前在1204期海装专题 我们用这个独眼巨人解释路飞 为什么不怕雷电的问题 那其实都是从战斗的层面 来解释香蕉果实 也就是潜在聚聚果实的这个觉醒 让路飞变成巨人 或者是让曾经的乔一波一 变成童天的巨人 那这一期我们的重点 还是在这个巨大化方向 这个觉醒上 在战斗层面之外的另一些可能 其实很多我们的观众 在留言区里面 已经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巨像有没有可能 左翼巨像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800年之前 被潜一波一的聚聚果实能力觉醒 变得那么巨大 我觉得很有可能 而且左翼巨像的一个设定 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的腿很长 它露出水面的部分 是正常大象的这个样子 但它腿伸入海底的部分 其实还有很长很长 这和普通的大象的体型 外形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那它伸进海里的这个变长的部分 有可能就是潜一波一曾经的香蕉果实 也就是巨居果实的能力所为 那这一个让其他目标 生命体或者是非生命体 动物甚至是植物 变巨大 生长的这种能力 可能就是在香蕉果实的 巨居果实能力下 觉醒的进一步的一种能力 也就是让其他的目标 生长和变巨大 那从这点来说 走巨像的大长腿 可能就是 翘一波一的觉醒能力所带来的 所以香蕉果实的觉醒力量 可能就是巨居果实 在巨居果实的前提下 再进一步觉醒的力量 可能就是让万物生长 变成巨物的 生长果实的力量 感谢观看